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刚才发言的王清英同修的女儿杨飞与我们分享 通过修习心灵法门使精神疾病痊愈的亲身经历 让我们掌声欢迎 心灵法门给了我生的机会 三大法宝还了一个原来的我 尊敬的卢台长 尊敬的秘书处工作人员 各位嘉宾各位同修大家好 首先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台长对我的慈悲保佑和救度 我是得精神分裂症将近五年的患者 现在我好了 我要把我的亲身体会跟大家分享 希望能让更多精神病患者的家属相信心灵法门 用三大法宝救度家属救度家庭 去年九月我还在医院 住院期间无意间听到合唱 拿摩观世音菩萨在医学角度上就可以解释为幻听了 过了两天爸妈来看我 忽然我觉得脑子有了很大转变 更奇怪的是我妈的一个电话让我忽然醒悟 我的一位最可信的老师问我妈我在医院怎样 我忽然觉得莫非是我真的脑子有了毛病呀 这几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呀 当时我就觉得好像一觉睡了好几年 后来我妈给我讲了她学佛的经过 并且告诉我 听到合唱是观世音菩萨救你来了 还说你念经吧 你开始念经咱们就出院了 从此我就开始念经了 之后就出了院 做功课 大悲咒 心经 礼佛大忏悔文 准提神咒 消灾吉祥神咒 大概二十来天我就念小房子了 结果三大法宝还真灵 在那期间我是心想事成 精神病症状没有了 还通过了教师资格证的面试 观世音菩萨还帮我找了个学校 且通过了试讲 都是我的贪心和不看书 不懂佛理佛法 又让我睡了一觉 我就不知道怎么从腊月过到了正月中旬 也许又给家里增加了很多麻烦 也许让大家都没过好年 正月中旬通过妈妈讲才知道 都是我的贪心和不懂佛理佛法才犯病 妈妈说是他又重新许了愿 是观世音菩萨帮妈妈找回了正常的我 我明白了道理 又开始念经念小房子了 从此以后我的事都很顺利 预示到关键的时刻 观世音菩萨都会显灵相救 我真的很感恩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君洪台长 感恩妈妈 遇到这么好的法门 让我们有忏悔的机会 有还债的机会 在此 我请有精神方面疾病的家属们 赶紧学习心灵法门吧 用三大法宝救我们的家属和家庭吧 观世音菩萨一定能够救我们 台长的三大法宝一定能让我们找到光明 在此 我请求精神疾病的家属 不要责怪患者 他们的所作所为 不由他个人 都是药经者在支配他 是患者和家属前世做过大孽 曾对不起人家 人家今世前来讨债 只有家属把药经者超度走了 患者才能自己支配自己 我现在真正认识到 为什么人与人争执时 说话不中听时 会说对方是神经病 因为精神病不能用常人的理 和正常的思维去解释 因为我现在回忆起 我之前就好奇怪 不知道自己当初 为什么那么想那么做 通过修学心灵法门 我才知道没有为什么 只有因果 总之 是心灵法门救了我 是三大法宝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没有心灵法门 就没有今天正常的我 所以今后不论走到哪里 不管干什么工作 我都不会忘记心灵法门 我走到哪里 就把心灵法门带到哪里 不光我学 也更让更多的有缘证众生学起来 让社会更加稳定 让我们的生活更顺利 再次感恩大慈大悲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君洪台长 感恩为我辛苦付出的家人 感恩为我看过病的所有医生们 感恩为我祝念小房子的同修们 感恩尘 谢谢大家